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精彩绝伦的新闻概述 让大家了解这个纷繁复杂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 首先,我们要谈谈中东地区的最新动态 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 伊朗向以色列发动无人机攻击 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立刻表达了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这件事不仅加深了两国之间的对立 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 接着,我们来看看科技界的一些趣事 Matter公司旗下的Facebook和Instagram近期屡次遭遇服务中断 引发了人们对于技术债的讨论 而在澳洲,一个石脑阿米巴原虫的出现 让人们对于一个美丽湖泊的安全性感到担忧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 无论是科技发展还是自然界的微小生物 都可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我们来聊聊国际政治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访问了平壤 并与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 这场会谈在美日韩进行联合海上军演的背景下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另外,Google对加州新闻保护法案的反应 也引起了一场关于科技公司与新闻出版商之间利益分享的辩论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着国际政治的格局 也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新闻背后的故事 以及它们对我们世界的深远影响 在这个纷扰不息的世界 中东地区再次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以色列军方指出 伊朗从其领土发动了一次无人机攻击 目标直指以色列 这一事件不仅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在得知消息后 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他的政府强调美国将与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 支持他们抵御来自伊朗的威胁 与此同时 美国之音中文网另一篇报道 揭露了在被占领的西岸地区发现一名以色列少年的尸体 这起事件被以色列官方定性为恐怖攻击 这一悲剧进一步激化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并指出这是一起严重的犯罪行为 随后 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村庄进行了广泛搜查 并导致了更多的暴力事件 星岛日报的报道 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这场冲突的升级 以色列军方宣布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十架无人机 作为对以色列的报复性攻击 以色列军方表示 他们的防空系统已经做好准备 能够应对这些威胁 此外 这篇报道还提到了多国因应这一局势 而关闭领空的决定 显示了这场冲突对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的影响 在这些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广泛影响 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问题 它牵动着整个中东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安全与稳定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以及国际社会对这一冲突的关注和反应 都表明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任何地区的冲突都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本地 它们都有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影响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些政治冲突的后果是深刻直接的 从失去生命的以色列少年 到因冲突而受伤或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民众 每一个故事都是战争与冲突残酷现实的见证 在政治家们进行决策的同时 我们不应忘记最终承受后果的 往往是那些最无辜的人们 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际社会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 如何有效地解决冲突 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保护无辜民众的生命安全 是摆在每一个国家面前的紧迫任务 同时这也提醒我们 和平与稳定是多么宝贵 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来维护 在这个充满紧张与不确定性的 国际政治局势中 各国领导人的行动和决策 显得尤为重要 从美国对伊朗的强硬立场 到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 再到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边交织 相互影响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 首先 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揭示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紧张关系的最新发展 伊朗革命卫队 IRGC海军 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 扣押了一艘与以色列有关系的货柜船 这一行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为此缩短了在特拉华州的行程 返回白宫与国家安全团队会面 展现出美国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美国的强硬立场 要求伊朗立即释放被扣货船 并表示将与盟友合作 让伊朗对其行为负责 显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维护其盟友安全的决心 在另一方面 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报道 则带我们看到了印度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 尽管印度经济呈现强劲发展的势头 基准股票指数屡创历史新高 但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并没有达到预期 印度与全球供应链转移的竞争 不仅在于与中国的竞争减少 更在于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加剧 印度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面临的挑战 如市场监管的不确定性 国内市场规模相对较小等因素 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成为全球供应链中 更重要的一环 同时 德国总理舒尔茨的访华之旅 如美国之音中文网所报道 也引起了人们对于德中关系 未来发展方向的广泛关注 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后不久 舒尔茨的这次访问 不仅聚焦于经贸合作 更触及了当前地缘政治局势 中德之间的经贸合作 对双方而言都至关重要 但在地缘政治的大背景下 如何平衡经济利益与政治立场 成为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面临的挑战 这些报道展现了当前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关键动态 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压力 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 还是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都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 国际政治经济的相互依存与影响 各国领导人的决策 不仅影响着本国的利益 更在塑造着全球的未来格局 在这个过程中 如何找到合作与竞争的平衡点 如何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 促进全球稳定与繁荣 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变化的时代 全球各地的事件纷支踏来 从科技巨头的技术债务 到自然灾害的残酷影响 再到国际冲突的不断升级 这些故事 共同描绘了一个多面且复杂的世界画卷 首先 我们转向科技领域 特别是Meta公司 这家美国科技巨头旗下的社交网站 Facebook和Instagram 自今年初以来屡次遭遇服务中断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根据星岛日报的报道 Meta旗下服务近年已发生33次中断 其中包括自2022年以来的两次重大中断 网络安全专家揭示 这些频繁的服务中断背后的根本原因是 Meta构建的系统过于复杂 难以进行适当的维护 这种被称为技术债的问题 是指在老旧且效率不高的系统基础上 构建了极其复杂的互联网部分 随着Meta继续发展 收购了Instagram和WhatsApp等服务 它必须在这些传统系统的支持下 让更多的东西发挥作用 从而增加了系统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今年3月和4月Meta服务包括Facebook WhatsApp和Instagram在内都出现了约两小时的当机 Meta将这些中断归因于技术问题 而在非洲国家肯亚 自然灾害正在肆虐 星岛日报报道 肯亚近期的暴雨引发了严重的洪水灾害 至少13人死亡 约15000人无家可归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 引述肯亚红十字会的数据显示 自3月中旬雨季开始以来 全国因暴雨和洪水爆发 造成的无家可归者人数达到约15000人 洪水还导致国内5条主要道路交通中断 包括肯亚北部的加里萨路 肯亚红十字会正在向无家可归者 和住在营地的人们提供救生援助 包括居所和清洁饮用水 以避免水传播疾病的爆发 据气象部门称 预计雨季将在4月底达到高峰 并于6月消退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乌克兰正面临着俄罗斯的猛烈攻击 特别是在东部战线 星岛日报报道 乌克兰周六表示 在俄罗斯加强攻势之下 乌军在巴赫木特市以西的一个村庄 与俄军进行的激烈战斗 东部战线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德国 向乌克兰提供了更多的防空导弹 自普京大选胜出后 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的攻击 并对其能源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 乌克兰最近数周一直呼吁盟友 提供更多防空飞弹 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 这些故事 无论是关于技术 自然灾害还是国际冲突 都揭示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 他们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科技发展 应对自然灾害 还是维护国际和平方面 我们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人类社会需要更多的合作 创新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以应对这些挑战 创造一个更加和平 稳定和繁荣的未来 在澳洲的西部 一个风景如画的游泳湖 因为一种名为食脑阿米巴原虫 Miguria amoeba的致命微生物 而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与担忧 据星岛日报报道 德拉克斯布鲁克艳 这个位于西澳洲瓦鲁纳郡的 受欢迎游泳地点 今年已经是第三次 因为这种变形虫的风险 而不得不关闭 这种阿米巴原虫 能够通过人们在游泳时 从鼻子进入的水而进入大脑 导致致致命的阿米巴脑膜炎 尽管被这种原虫感染的案例相当罕见 但一旦发生 死亡率高达99% 澳洲卫生部的科学家 西奥伯尔德·瑞赛斯尼泳布 指出 阿米巴原虫不仅仅在 自然水体中能够找到 它们甚至可能在儿童吸水池 和氯化处理不当的游泳池中生存 他警告说 池水如果温暖 不含氯且有一点污垢 就会面临感染的风险 他建议定期更换池水 以减少这种风险 美国疾控中心的报告也指出 奈格里阿米巴原虫 主要影响儿童和青少年 其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受害者 是男性 另一方面 在科技和媒体的领域 Google对加州新闻保护法案的反应 引发了一场辩论 星岛日报报道称 这项法案要求科技公司 与新闻出版商分享利润 以改善媒体的生存环境 Google表示 将关闭加州部分用户的 新闻网站连结 并暂停对加州新闻生态系统的 进一步投资 作为对该法案的回应 Google全球新闻合作部门副总裁 柴迪批评该法案将产生内容连结税 并表示 这是支持新闻业的错误做法 加州众议院通过的这项提案 旨在强制科技公司 向出版商支付新闻内容费用 但Google认为 这将推翻现有模式 只会让大型媒体集团受益 而使小型出版商难以生存 在国际政治领域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在美日韩举行联合海上军演的背景下 访问了平壤 并会见了北韩领袖金正恩 根据星岛日报的报道 赵乐际转达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问候 并强调在新形势下 中方愿意推动双边关系 取得更大的发展 金正恩对中国代表团的到访表示欢迎 并强调朝中关系的深厚根基和历史传统 他还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取得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成就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 展现了全球范围内的重要事件与变化 涵盖了公共健康 科技法律争议 以及国际政治三个领域 每个故事都揭示了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以及人类在应对这些挑战时的努力与创新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